佩洛西再发声明纪念六四 并回顾28年前造访天安门 美国参议院军事和外交委员会议员将访问台湾 及其财长就全球税务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 蓬佩奥说 六四杀中国人 中共掩盖病毒导致全球几百万人死亡 遭扣留超过30个小时后获释 邹幸彤说 当局已言入罪 阻吓港人悼念六四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我是袁澄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5号星期六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在六四事件32周年之际 再次发表声明纪念六四 同时 她还在推特上转发了 她在1991年亲赴天安门广场 纪念六四英烈的视频片段 再次表达了她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 28年前 为了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佩洛西和另外两位国会议员 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了一幅写友 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 中文字样的横幅 同时为六四死难者献上小白花 她在今年六四32周年之际 再次回顾了这段往事 据美国之音报道 佩洛西在6月3号就1989年六四事件发表声明 她说 6月4号是一个已经 并必须被永远铭刻在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心中的日子 32年前 学生、工人和市民和平地走上街头 向压迫他们的中国政权要求自由 这是现代历史上最具有政治勇气的行动之一 北京对这些英雄、他们自己的公民进行了可怕的屠杀 镇压了抗议 但无法扑灭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 今天 我们必须让这火焰继续燃烧 台湾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6月5号表示 三名美国参议员将于周日访问台湾 并将和蔡英文总统会面 讨论安全和其他问题 这一行程可能会再次刺激中共的敏感神经 跟大多数国家一样 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却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 美国在台协会说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塔米·达克沃斯和丹沙利文 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克里斯托夫·库恩斯 将在周日访问台湾 作为前往印太地区大型访问的一部分 国会两党代表团将和台湾高级官员会面 讨论美台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其他共同关系的重大问题 台湾总统办公室也证实说 蔡英文将于周日上午 在台北市的国军松山基地指挥部机场接见访问团 并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 特别是在台湾处理COVID-19病例上升的时候 台湾谴责中共试图阻止他们在国际上获得疫苗 5月26日 蔡英文首次直接谴责中共 阻挠台湾从德国BioNTech公司获得疫苗的交易 而北京方面则予以否认 最近几个月 中共增加了对台湾的压力 包括频繁派遣军机进入台湾防空区 引发美国的关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份表示 美国非常关切中共针对台湾的侵略性行动 他警告说 任何人试图借由武力改变西太平洋的现状 都将犯下严重的错误 他还说 美国对于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 有严肃的承诺 负责美国特种作战和低强度冲突的 助理国防部长提名人麦耶尔 5月27日在参议院作证说 特种作战人员可以帮助台湾 提高防御中共潜在入侵的能力 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周六达成共识 他们支持美国的一项提案 要求全球企业至少支付15%的税收 这次在伦敦举行的 为期两天的G7财长会议 由英国财政大臣李希·苏纳克主持 其他参加会议的G7成员国 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 苏纳克周六在一份视频声明中宣布 经过多年的讨论 七国集团财政部长 今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 以改革全球的税收制度 使它适合全球数字时代 关键是要确保它是公平的 以便正确的公司在正确的地方支付正确的税款 苏纳克在一系列推文中说 根据这项协议 七国集团将支持一个 至少为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 这些改革将影响到 世界上利润率至少为10%的最大型公司 如果最终敲定 这将代表全球税收的一个重大发展 苏纳克说 这是一个非常自豪的时刻 我要感谢我的及其财长同行们的集体领导 感谢他们愿意共同努力 抓住这个时机 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 最终 把我们的全球税收制度带入21世纪 正在伦敦参加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在推特上说 全球最低税率政策 将结束各国对企业税收竞相降低门槛的做法 并确保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得到公平的待遇 CNBC报道 拜登政府最初建议全球最低税率为21% 试图结束不同国家之间 在吸引国际企业方面的竞争 然而 经过艰难的谈判 达成了15%的妥协 在这一领域达成一项全球协议 对现今紧张的国家来说是个好消息 这些国家在冠状病毒危机后 正试图重建他们的经济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6月4号表示 32年过去了 但是中共的本质并没有变 这个恶党如同1984年6月4号 杀害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 现今又通过掩盖中共病毒真相的方式 令全球数百万人死亡 蓬佩奥在6月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网主持人 汉尼蒂的采访时说 在去年三四月期间 出现了大量的令人难以反驳的证据 表明中共病毒源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 作为美国传染病专家 福西和他一样看到了这些证据 但是福西却得出了和他完全不同的结论 说中共病毒不可能是从实验室外泄的 蓬佩奥批评说 像福西这样的美国人竟然无法看到 甚至无法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 令他非常失望 他说 我相信福西当然看到了我当时看到的一切 但是他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我无法理解 在2020年3、4月期间 看到围绕着武汉病毒研究所出现的 累积的证据的人 怎么会得出那里不可能出现病毒外泄的结论呢 那些证据已经变得无可辩驳 而且在持续增加 但是我却听到福西本周说 他认为中国人会有着各种动机来坦白这件事情 蓬佩奥认为 这说明福西不了解中共的本质 因为这个党会在32年前屠杀自己的国人 现在也会通过掩盖疫情 导致全球几百万人死亡 他说 福西的想法是疯狂的 中共有着各种动机去做他们在1989年做的事情 去杀害成千上万的他们自己的国民 而今天 他们也有着各种动机去做他们今天做的 通过掩盖这个事实 导致全世界几百万人死亡 蓬佩奥还批评福西等人 在前总统川普的任期期间 一直在试图阻止国务院领导的调查病毒源头的团队 完成他们的调查工作 美国《名利场》杂志在6月3号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 美国政府内部一些官员 由于不希望外界注意到美国政府对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的 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拨款支持 因此一直在美国政府内部阻碍关于病毒源头的调查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 在6432周年当天早上 遭警方以涉嫌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的集结拘捕 被扣留超过30个小时后 于5号下午获得保释 他批评当局预防性拘捕 阻止他前往违缘 完全是以言入罪 6月4号当天早上 邹幸彤在他的律师楼所处的中环下阙道 美国银行中心外被捕 警方说他涉嫌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 违反公安条例第17AD条 被捕后 邹幸彤一度被带往中区警署 之后一直扣留在全湾警署 周六下午将近5点 他获准保释不出警署时 在场的市民鼓掌支持 并高呼 原心不死 烛光无罪 平反64等口号 也有支持者高举 统统会战胜归来 烛光无罪的指牌 邹幸彤批评这次警方的行动 是一个毫无理据的预防性拘捕 很明显的目的 物理上阻止我去违援 舆论上是恐吓其他朋友 不要出现在违援附近 不要出现在铜锣湾 不要点亮烛光 他反驳警方指控的犯罪罪名十分荒谬 一开始说疫情问题 所以要禁止集会 由禁止违援集会 去到禁止宣传集会 之后再跳到禁止任何相关六四悼念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不可以讲六四 我们不可以悼念六四 这是什么荒谬的逻辑 是否疫情就大到 不可以给大家讲有共鸣 有关注的议题 邹幸彤认为 当局阻止他前往违援 完全是以言入罪 因为警方指出的罪证 只是他在社交平台的言论 暴章撰文 媒体采访 和网上对谈节目的观点 他批评警方此举 同时在恐吓所有的传媒 给大家压力做相关访问 做敏感议题的访问 给人心理压力 可能会被捕坐牢 邹幸彤说 暂时只是得知警方封锁违援 又驱散其他地方的聚集 不停对六四接战 放映活动 宗教活动做出骚扰 可见政府希望用尽一切方法 熄灭违援的烛光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留言 我们下次见